怎样结束对中国最有利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搞清楚 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 而中国最需要什么 实际是一道送分题 政治历史书上早已经把答案给公布了 答案是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经济 所以回答俄乌冲突怎样结束对中国最有利 只要回答俄乌冲突怎样结束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最有利就行了 大家好 我是李满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俄乌冲突 那么俄乌冲突怎样结束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最有利呢 这个问题 我们要从俄乌冲突的可能的结果去推导 从而得出答案 我们先来看俄乌冲突的第一种假设的结局 俄罗斯彻底战败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并不希望看到俄罗斯战败 因为过去的中国和苏联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中国无产阶级运动 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精神武器 同时也鼓舞了中国人民 进行反帝 反封建 反殖民斗争的决心和意志 看战时期 苏联给中国提供了无数的帮助 尤其是抗战初期 只有苏联敢站出来 强烈谴责日本的法西斯暴行 并分三次 对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他们还派遣了大量的飞行教官 培养了我国的第一代飞行员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中国空军的电机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苏联的援助下 中国迅速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 根据不完全统计 新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苏联专家提供给中国的图纸和资料 足足重达600多吨 观教学大纲 就为我们提供了4261套 1955年 中国决定研究原子弹的时候 苏联曾派遣专家来到中国 对中国予以了援助 虽然后来因为中国和苏联关系发生了巨变 苏联也取消了援助 撤离了专家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从0到1的最艰难的那一步 是苏联帮助我们迈过去的 而上世纪90年代 帮助中国军装备实现跨越式改造的 也是从俄罗斯引进的苏-27 苏-30等一大批的先进武器 这是中国与苏联俄罗斯情谊的部分 也因此 今天的中国对俄罗斯的定义 依旧是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如果在俄欧冲突中彻底战败 美国将实现多年以来 梦寐以求的弱俄灭俄的梦想 届时他们在地球上掠夺资源 将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 而对于中国 美国将会进行更加疯狂的全方位的围堵和打击 中美关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要素之一 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处于弱势地位 将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 俄乌冲突中 俄罗斯一旦战败 中国将面临地缘的灾难 美国极有可能纠结一帮亚洲的同伙 建立亚洲版的新北约集团 对中国形成U型的包围 极力压缩我们的利益空间 并实施疯狂的打击 可以说一旦中国失去了俄罗斯这个协作伙伴 中国的境况将变成群狼围困 而台海问题也将变得更加的复杂 由此可见 俄乌冲突中 俄罗斯战败将对中国非常的不利 但值得庆幸的是 身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 历史上还没有败给过任何国家 不论是战争中的宗师巨将纳布伦 还是不可一世的纳粹党 胆首希特勒等等 他们都被俄罗斯打败了 即便现在的俄罗斯面临有美国等西方 约40个国家支持的乌克兰 他们也始终在敖战中屹立不倒 尤其俄罗斯手中还握有控制敌人死穴的核弹 所以在这场冲突当中 俄罗斯最多会吃亏而不可能彻底的溃败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最担心的事情99%都不会发生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俄乌冲突的第二种假设结局 就是乌克兰彻底战败 俄乌冲突表面看 是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地缘问题导致的两国冲突 但实际上却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 意在通过此次俄乌冲突 对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地缘等多方面进行封锁 俄乌冲突的本质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必然结果 俄乌冲突的本质决定 一旦乌克兰彻底战败 也意味着美国甚至整个欧盟的失败 美国失败将意味着 它在西方的霸权地位和号召力将直线下降 经济利益也将严重受损 与此同时 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下降 美国干涉台海问题的力度也会下降 而随着霸权主义的下降 美国的小弟如韩国日本等国家 以及美国的其他的盟友 将对美国不那么信任 美国想继续集中力量对中国进行打击 将不那么容易了 这样一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将变得更为顺畅 当然以上的结论是理想的情况 不那么理想的情况是 乌克兰彻底战败 可美国的霸权地位虽有所下降 但不足以影响它联合盟友的能力 那样一来 俄乌冲突结束以后 美国极有可能和以往一样 纠结一众的盟友 对俄罗斯中国进行各种打击 所以结论也出来了 乌克兰彻底战败 对中国是有利的 但并不是最有利的 俄乌冲突怎样结束 对中国最有利呢 我们接着看俄乌冲突结局的第三种假设 俄乌冲突不断升级 并爆发核杖 俄乌冲突的本质是美国的霸权主义 随着俄乌冲突的升级 美俄关系几乎跌落了谷底 双方多次亮出了核大棒 俄罗斯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核大国 而一旦美俄爆发核杖 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 都将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核杖危机并非是危言耸听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不久前公开发出了警告 他说核杖风险正在急剧增加 距离核杖爆发只差一个误解或是误判 那么一旦核杖爆发 具体会造成哪些后果呢 对此呢 顶级的科学期刊《自然食品》杂志 也刊登了一项最新的研究 研究称 美俄之间一旦爆发核杖 将导致50亿人死于非命 若美俄核杖 投放4400枚 10万吨TNT弹量的核弹 将会产生高达1亿吨的烟尘 核爆发发生后 将直接导致3.6亿人惨死 显然核杖对人类的影响 远不止这么简单 《自然食品》杂志的研究表明 核杖真正的影响 是在核杖以后 核杖过后 大量的烟尘覆盖地球表面 严重地阻挡了阳光 会导致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 降至千年以来的最低值 臭氧层遭破坏 紫外线辐射自然加强 将导致人类皮肤癌的患者 大大的增加 寒冷与干旱 将意味着粮食减产 全人类将被迫进入饥荒时代 直接与间接死亡的人数加起来 极有可能会超过50亿 《自然食品》杂志的言外之意是 核杖等于人类自我灭亡 无疑啊 俄乌冲突升级成核战 对世界和中国而言 都是最为不利的 俄乌冲突怎样结束 对中国最有利 我们接着看 俄乌冲突的第四种假设 俄罗斯和乌克兰 一直打下去 长期陷入战争的泥潭之中 多数人认为 俄乌冲突打得越久 对中国越有利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俄乌冲突实际是欧美和俄罗斯的对号 虽然眼下的美国拿到了一些利益 毕竟欧洲的很多工厂 都搬去了美国和中国 而两国开战以后 美国还依靠售卖武器弹药赚了一笔 但俄乌冲突进入持久模式以后 美国不仅捞不到好处 还将承受无数看不见的后果 后果一 乌克兰已经被打烂了 他的日常开销军费和武器弹药 不得不完全依赖美国的支援 这不就等于 乌克兰成了美国的成本中心了吗 后果二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 欧洲的能源价格高起 这些因素正在不断地摧毁欧洲的工业基础 欧洲工业受到重创 对中国是极大的利好 长期间中国视为真正对手的美国 显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 但俄乌冲突持续越久 真的对中国越有利吗 答案是否定的 毕竟中国的经济发展 最大的决定因素是和平稳定 这也是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 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过去的经验教训已经招致我们 战争永远是不确定的 就像俄乌冲突 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 都只能知道它何时开始 而并不知道它将何时结束 历史上的任何战争都充满着各种不确定因素 而不确定对发展从来是最为不利的因素 另一方面 一直坚持和平发展 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中国 其理念和战争是完全不符的 俄乌冲突以来 中国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要支持哪一方 可因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 很多国家对中国产生了一些看法 长远看 这对中国的对外交往和贸易是不利的 自然 它对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 所以俄乌冲突一直持续下去 对中国并不有利 对于中国和全世界而言 俄乌冲突尽快结束 还全世界以和平 才是真正对中国和世界有利的结果 为何这么说呢 我们继续做假设 如果现在俄乌冲突结束 过去因为俄乌冲突而起的地缘政治风险 制裁导致的全球性能源粮食危机 全球性供应链的扭曲等等问题 都将得到缓解 换言之 俄乌冲突一旦结束 中国将迎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这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是极为有利的 俄乌冲突结束 也将意味着中国的一带一路 将不再因受阻碍而被迫做调整 而因为俄乌冲突而受到影响的一些中国的国际关系 也将得到缓解 而这一切都将持续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最后 祈祷世界尽快恢复和平 和平万岁 发展万岁 我是李满 我们下期再会